一艘皇家加勒比的邮轮周五早上停靠港口之后 27名中国乘客接受了冠状病毒的检测 下期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 请他介绍我们的详情 方斌 好的 包容 这艘皇家加勒比的邮轮叫海洋赞哥号 周五的早上六点在新泽西州 距离纽约市不到30英里的巴约纳市港口停靠 27名中国乘客接受了检测 其中四个人被送往当地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测 有报道说其中两个人是用担架抬下来的 那么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有发烧的症状 不过有媒体引述巴约纳市的市长的话说 这名游客在用了退烧药以后已经退烧 其余23名乘客并没有症状 他们下船以后将于周五 也就是今天从纽瓦克国际机场搭机返回中国 华人旅游公司纵横旅游集团的总监兼执行长孙庚 告诉美国之音 这艘船是1月27号从新泽西州的巴约纳港口出发的 这是一个12天的南加勒比海游 我们来听孙庚怎么说 他们是1月27号上船 然后呢星期五 也就是今天应该是回到这个纽约下船的 就是说在下船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送医的事情 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船的应该是最后这几天 这几位客人就有说不舒服 船上的人给了药 但是经过CDC的判断呢 是very low risk 所以呢没有在团上大规模的 让所有的乘客呀 或者整艘船要来检查 孙庚表示 皇家加勒比公司的邮轮呢 一般是在早上回来停靠港口 经过准备以后呢 中午12点又开始第二批的客人进行了下一个行程 那么原定今天下午大约4点离开港口 现在呢邮轮公司决定推迟到明天出发 那么邮轮公司发表声明说 他们正密切的监视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 在船上呢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和规定 他们将继续与疾病防控中心和地方卫生当局密切合作 遵从指导确保客人和船员的健康与福祉 那么纽约市至今仍然没有被确诊的冠状病毒的病例 纽约市卫生当局说到目前为止 在接受检测的五个人当中的 以只有三个人的结果为阴性 目前呢还有两个疑似病例呢 正在接受检测 包容 好的 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